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清晨中部以北及伊兰低温约15至16度 南部及花冬约17至18度 白天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及伊兰花莲高温约比昨天降2至5度 约21至24度 其他地区影响较小 高温约23到26度 下午后北台湾天气会开始转凉 另外气象局金层也针对嘉义等三线市发布农物特报 中央气象局指出 今天清晨低层大气水气稍增 西半部沿海区亦有局部轻无影响能见度 预计白天太阳照射下能见度将回升 另由于东北季风增强 上半天北部 东北部会有局部飘雨的情况 下半天之后水气就会逐渐减少 至于中南部地区影响较小 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 但是日夜温差仍大 请注意温度的变化 适时调整衣着 空气品质方面 中部云加南及高屏地区白天扩散条件较差 为橘色提醒 入夜后风速增强为普通等级 马祖金门受境外污染物影响 为橘色提醒 其他为普通质量好 北部24日傍晚起受境外污染物影响 25日上午影响中南部空气品质 可能达角色提醒 指标污染物维系悬浮为例 气象局提醒 今天东半部地区 寒绿岛 兰宇 及横川半岛 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明天的风力也会逐渐的转大 晚上开始台南以北 东半部 寒绿岛 蓝宇 及澎湖 金门将有9-10级强阵风 海面上风浪也大 下周一 25日 清晨大陆冷气团影响 中部以北 东北部低温约13-15度 其他地区低温也只有16-17度 平安夜 如果长时间待在户外 记得要注意保暖 这波冷气团在下周一至下周二影响最致 周二白天冷气团减弱 温度回升 天气稳定 国际都市气象 亚洲 大洋洲 美洲 欧洲 非洲 中国 中国